说起来张博之和谢霆锋两个人的话,估计网友想起来也是有很多的话题,毕竟是这两个人真的是知名度太高了,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引起外界的关注。 关于谢霆锋和张博之两个人之间的事情,很多网友也是都站在不同的角度,在议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,如果要是说张博之的话,最先张博之因为自己的美貌,还有自身的优越条件,所以一直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不老女神的人物。 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一个燕门照的事情,让张博之的名声被败坏掉,这个燕门照事件也是一直都伴随着张博之,很多网友们也是对于这个事情,一直都是议论纷纷,谢霆锋两个人会走向离婚的地步,也不只是因为这个事情,也会有其他的因素存在。 比如说,是因为张博之的性格方面,谢霆锋对于和张博之之间的感情,也是一直都是问心无愧的,因为谢霆锋曾经说过,自己和张博之两个人之间是八字不合的,但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赌了一场婚姻。 对于这一段婚姻的结束,谢霆锋确实是问心无愧。 当初谢霆锋和张博之两个人离婚的时候,张博之肯定也是哭闹的,而且张博之在闹出燕门照的时候,谢霆锋也是做到了一个该有的丈夫的职责,站在了张博之的身边。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,消耗掉了谢霆锋对于张博之的感情,虽然两个人离婚的时候,张博之都有在闹过,不过后来张博之自己也就是试团。 离婚之后的张博之大家也是都可以看出来看,张博之一直都在陪伴着自己的孩子,全心全意地爱惜自己的孩子,并且不只是张博之的婚姻是不幸运的,就连张博之的父母的婚姻也是不幸运的,所以张博之也是在自己父母的身上得到了教训,声称自己的儿子不长大的话,就不会考虑自己再婚。 就在最近,张博之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面晒脱了自己的大儿子的视频,两个人一起比较脚的大小,却发现自己儿子的脚已经和自己的一样大了,看来张博之的大儿子已经长大了,张博之一直担心的一件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,因为张博之一直都非常害怕,自己的儿子长大之后会有自己的交际权,因此会对自己的疏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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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